創下剛看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直接公開發言 確實下達72小時的最後通牒令 要求關中國在休斯頓的領事館 是川普下的指令 那盧比歐直接指控 這個中國的外交領事館 根本是一個超級間諜中心 這個一把的吳明佛 因為在休斯頓的消防隊得到了一個大使館 那個領事館失火之後 沒想到燒出了中美關係 40年來最善產業的外交漲火 然後目前為止 蓬佩奧已經公開的在向全世界講說 確確實實美國下達了這個命令 而下達這個命令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地方在偷竊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盧比歐說 這個整個休斯頓總理事館 就是中國在美國的間諜中心 這盧比歐講的還叫間諜中心而已 然後國務院亞太助勤史達偉 講的就更直接了 他直接告訴記者 這個叫做顛覆中心 而且更指明了 休斯頓這個總理事館 中國的解放軍最喜歡利用送大學生 公開的或撕裂下的送到美國隱藏他們的身份 然後整個解放軍在偷美國技術 偷美國軍事機密就在休斯頓這邊 休斯頓這裡是美國的航太和極端的 尖端科技的中心 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解放軍的顛覆美國技術的偷竊中心 所以他美國就直接的要做這樣一個動作 要求的 至於現在中國相對應官方其實除了胡錫進 講的比較重一點之外 中國的外交部目前為止只有汪文斌出來認為說美國做的是錯的 希望美國撤回上面的王毅或什麼的都沒出來講話 看起來中國現在還在想像要怎麼去因應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接下來你會發現說原來美國在處理這個動作是有節奏的 甚至是有步驟的 他是在現在呢確定下令72小時把李休斯頓給關掉 可是呢上個禮拜六美國就做了預制的動作 因為美國在上個禮拜六上午十點多的時候突然之間從沖繩的加索納基地開了全球霸王 C17直接飛到香港 在香港停留兩小時之後飛往馬里拉 再往馬里拉加油之後回到沖繩回到加索納基地 那C17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C17叫做全球霸王 他可以載多少人 他可以載160個人 他可以載77000公斤的東西 所以他是要突然去了美國去了香港 在香港那邊是不是在美國在香港的理事館裡面 其實有很多文件很多重要的資料 通通其實美國就已經預制準備 因為他怕中國接下來報復會不會針對香港 所以提前在上個禮拜六就已經把它運走了 而現在大家更好奇的是 休斯頓那把火到底在燒什麼呢 是在燒文件嗎 還是在燒他們一些偷竊情報的證據呢 或者是因為美國呢 也有一些假美超在那邊犯爛 是不是在燒大量的假美超 是不是在這邊作為顛覆中心 或者是你知道在休斯頓德州 或者是整個狀況也常常發現 墨西科毒銷越過邊境 是不是跟這個運毒的資料 在協助有關都變成各種陰謀論 那現在這個戰火已經拉起來了 所以中國那邊呢 也開始講說 他們也要關個美國理事長作為報復 那有人說呢要去關武漢 因為武漢也是整個核心中的核心 或者是關香港 那就是更直接表明了 我們從香港的事情上面就來對干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說要關成都 那關成都的話就感覺就是 有做報復行為 但是中國的氣勢很弱的 但是美國並沒有停下來 因為美國接下來講的 從魯比歐啊 從史達偉來講 下一個真正的核心是舊金山 舊金山一向有一大堆華僑 舊金山的華人是非常多 舊金山也是美國內部超級的情報中心 舊金山是整個光一個加州矽谷 這個是全世界GDP都是前七名前八名的地方 技術核心高科技的核心又在這邊 而且整個中國裡面很多喜歡去美國住的華人 通通就喜歡住在加州 就喜歡住在這邊 所以要舊金山 而且現在舊金山裡面還有一個唐娟 他是一個以訪問學者解放軍的一個身份 去到美國現在正在被FBI通緝 也是躲到這個舊金山裡面 所以接下來川普就講了 還有很多可能性 下一個會不會再關掉舊金山 外交戰 我如果連舊金山也關了 C時期都出動了 斷交是不是會下一個可能性 都變成全世界在關注的話題